林景洪暗自叹了一口气夹了口菜 发现这孙燕珍做的菜还真不赖 不亚于有些酒店里的厨师 两人边喝酒边聊天 没多长时间孙燕珍又上了几个菜 林景洪忙到够了 让孙燕珍一起吃饭 但她说里面还有个汤 做完就好 她刚进了厨房 这时客厅的门骤然被推开 一个汉子急匆匆的进来 见林景洪和高熙蒙两人有说有笑 忙向高熙蒙道 高哥出事了 高哥呀 紫竹镇的矿上出事了 尽管高熙蒙频频失眼色 但是那汉子还是迫不及待的说出了口 这会儿他才发现高熙蒙的脸色有些不对 汉子顿时有苦说不出 这也怪不了他 实在是刚才高熙蒙和林景洪的气氛太和谐了 那汉子还以为林景洪是高熙蒙的人 而一般来说 只要是高熙蒙的人都知道一些情况 再加上事情紧急 他也就没跟高熙蒙摇耳朵 大声地叫了出来 他这一叫可把高熙蒙的脸上叫铁青一片了 那汉子知道自己闯了祸 向高熙蒙晒晒一笑 高哥 这位是哪位朋友啊 怎么以前都没见过呢 他这话一出口 高熙蒙更郁闷 既然没见过 那刚才还叫得那么大声 唯恐别人不知道似的 高熙蒙越想越气 狠狠地瞪了一眼那汉子 但是他心系紫竹镇的矿 也不想跟汉子多计较 指着林景洪向汉子介绍了一下 汉子听说眼前这年轻人 竟是市里新上任的市长 大吃了一惊 他从没有想过市长可以这么年轻 要知道 加州是堂堂地级市 而不是县级市啊 就算是县级市的市长 也未必见得 会有林景洪这样年轻的市长 不过汉子现在管不了 林景洪是怎么当上市长的 他还有一个火急火燎的事情 没有向高熙蒙汇报清楚呢 这次他学聪明了 向林景洪打了一个招呼后 慌忙走到高熙蒙身边 咬了一阵耳朵 然后高熙蒙皱眉挥了一下手 那汉子狐疑地 看了一眼高熙蒙后 只得离开 高熙蒙自然明白 那汉子为什么狐疑 自己就算有心想布置 林景洪还在一旁 虎视眈眈地待着呢 高熙蒙可不想自己 刚才的一番努力白费 将林景洪赶走 林景洪端着酒杯 抿了一口劣质白酒 那汉子虽然说 是在摇耳朵 但天声嗓门大 林景洪还是隐约听到了一些东西 好像是紫竹镇的一个煤矿 什么的被封了 由于听得不是很确切 林景洪也不知道具体的消息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煤矿肯定跟高熙蒙有关 也就是说 高熙蒙现在的表面清高 那是装出来的 林景洪放下酒杯 向高熙蒙道 熙蒙同志 既然你有事 我看就到此为止吧 反正也吃得差不多了 不能耽误了正事不是 高熙蒙愣了一下 尽管现在他心急如焚 急切想要赶往紫竹镇的煤矿上 去看看 但林景洪这么一说 他反倒不敢随意搭枪了 林景洪是年轻人不错 但就刚才一会儿功夫 自己可就吃了个哑巴亏 有苦说不出 高熙蒙怕林景洪刚才 听到了什么消息 亲自前往紫竹镇 那可就大大的不妙了 高熙蒙自然不希望 这种情况发生 因此他摇了一下头 林市长放心 那是小事 小事一件而已 我们只管喝酒 林市长可也是说了的 今晚不醉不归啊 哈哈哈哈 这真让高熙蒙猜对了 林景洪确实想去紫竹镇看看 即使天色这么晚了 但那汉子既然将事情报到高熙蒙这儿 想必不是什么小事 去紫竹镇看看 说不定会有什么收获也不一定 只是现在高熙蒙缠着 林景洪也不好拂袖而去 这样做就太明显了 他笑了笑 既然如此 到时候如果出了什么事情 西蒙同志可别怪在我头上啊 说完哈哈一笑 高熙蒙善善的道 林市长 这叫什么话呀 就是再借我一个胆子 我也不敢怪到林市长头上啊 来林市长 再喝一杯 那汉子的到来 好像只是一个小插曲 两个人又恢复了谈笑自若 悲来展望的喝出了兴致 只是在厨房里的孙燕真 好长时间也没有将那最后一个汤送出来 颇费人的饲料 高熙蒙也彻底忘记了 他妻子在里面做最后一个汤 也没有去催 直到一瓶酒落到两个人的肚子里 孙燕真才匆匆地从厨房里端出一碗香菇鸡汤出来 林景洪偷偷瞥了他一眼 发现他脸上有些细汗 脸色微红 显然不是在做汤这么简单 不过他也懒得揭穿这些鬼把戏 孙燕真放下鸡汤 又去厨房里拿了一瓶酒出来 高熙蒙也没去征求林景洪的意思 只管开了酒 给林景洪倒了一杯 此时林景洪看上去满脸通红的 嘴里酒气熏天 好像有了几分醉意 他默默缩缩缩地掏出手机 当着高熙鸣的面 给赵明相打了个电话 说等下来高家接自己 他讲电话时舌头打结 说得很不利索 看似最起码有五六分的醉意 高熙蒙好像没有发现这一情况似的 继续给林景洪倒酒 而打完电话的林景洪 连自己的手机没塞进裤兜 而吊在地上也不知道 见到杯中有酒 却端起来一眼而近 很是豪爽 酒来杯干 而高熙蒙自己干脆也不喝了 专给林景洪倒酒了 不多长时间 那半瓶白酒全灌进了林景洪的肚子 这下林景洪醉眼朦胧 干脆趴在了酒桌上睡着了 这时在厨房中的孙燕珍出来 手里拿着一把菜刀 向高熙蒙使了一下眼色 冷声道 高哥 他怎么处理 好像已经知道了紫竹镇的一点事情 以他身为市长之位 总能查出一些蛛丝马迹来 到时候对我们可不利啊 你大哥可不是吃素的 发起威来 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到时候我们两人的好日子 就要到头了 高熙蒙沉吟了一声 为难地看着孙燕珍 那你说怎么办 他可是个市长 如果在我们家出了事 会引起轩然大波 到时候反而连累了大哥 还能怎么办 既然知道了我们的事情 横竖都是有事 再说 他只不过是一个傀儡市长 只要我们稍微弄点手段 到时候就神不知鬼不觉了 孙燕珍很声道 很难相信 刚才还是一副谈吐优雅 看似一副大家闺秀的他 此时就好像水浒传中 开黑店的孙二娘 更见他手上拿着一把菜刀 很是神似 前后的气质变化 令人为之侧目 可是 高熙蒙还想说什么 却被孙燕珍拦下了 别可是了 先把他处理掉再说 等下他的司机和秘书就要过来了 到那时就来不及了 他说完 手举着菜刀 向林景洪的脖子挥去 快要接近林景洪脖子时 他及时地收住了菜刀 如此一连笔划了三次 他才收了菜刀 仔细看着 趴在桌上呼呼大睡的林景洪 见其表情如常 身上没有一点汗迹 而且睡得很悠闲似的 咋了一下嘴 孙燕珍顿时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将手上的刀扔在桌子上 叫呼了一声 哎呀 看来是真醉了 刚才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 哎呀 这都叫什么事啊 高西蒙也长舒了一口气 好了 他骂得醉了就好 让他先出来吧 商量一下 该怎么处理子竹镇的事情 说着 在刚才的位置坐下 他刚坐下 从厨房中走出一人 如果林景洪还醒着的话 肯定会吃一惊 因为这人就是刚才 向高西蒙汇报的那汉子 高哥 你们两个真高 我还以为真的要杀人灭口呢 我的小心肝 吓得扑通扑通的乱跳 那汉子 人长得很高大 但胆子好像不怎么大 怪不得有人说 身材的大小 跟胆子是成反比的 身材高大威猛的 其胆子也就越小 当然这句话 没有经过严密的逻辑推理 和千万次的实践检验 甚至还可以轻易地 举出反例来 因此算不得真理 高西蒙瞪了他一眼 好了 我们胆子还没有 打到那种地步 快点 将紫竹镇的情况说一下 也不知道林市长 什么时候会醒过来 我们尽早拿出个办法来 解决此事 那汉子点了点头 高哥 事情是这样的 我们的三号矿 对面就是陈家的二号矿 本来当初 我们在开矿时 已经规划好 各自的挖矿方向 以免将来发生争执什么的 可是陈家的矿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竟然擅自改变了 挖矿的方向 把我们的矿脉给挖了 如果再不进行阻止 再过一段时间 我们两家的矿 就要挖到一块了 这样一来 我们的矿脉 比原先的 整整少了三分之一左右 这还不算最要紧的 关键是 如果两家挖在一起 矿井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塌方 在矿井的作业的矿工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如果真的出现大事故 高哥也是吃不完兜着走 因此我们跟陈家的矿主交涉 谁知道 陈家的矿主很是狂妄 连剑都不见一面 还指挥矿工 将我们轰走 我们矿工气愤不过 就与之发生了一点摩擦 最后 这摩擦越来越大 我们好多人被对方大伤了 高哥 这件事情 如果不及早处理 始终会酿成大事故的 到时候想要遮掩 可就难了 陈家 高西蒙紧皱双眉 这陈静渊 是不是吃了狗屎 竟然在工地上动手脚 如果一不小心 不但是他陈家难以脱逃 就连我们高家也一样 陈静渊越活越糊涂了 整个一堆他妈臭狗屎 算了 老子亲自去陈家 见见这个陈静渊 妈的 不听警告的话 将陈家给彻底铲除了 看他陈静渊 还怎么蹦呢 慢着 孙燕珍突然叫道 陈静渊恐怕是又拉上了什么人 才会这么有恃无恐 你这样去见他 恐怕也不能谈出个什么结果来 关键是想解决工地上的冲突 同时命令我们的矿工 先退出矿井 高熙蒙一愣 先撤出矿井 为什么呀 这个好像不是我们所要做的吧 如果无故停工被大哥知道了 不知他会怎么想 不要忘记了 这些矿井不是我们的 孙燕珍白了他一眼 这还叫无故停工吗 如果真等闹出命案了 那就亡羊补牢与世无补了 朕到那个时候 不只是我们 就连大哥也恐怕得牵连其中 高家出一个省部级高官可不容易 不要弄得最后将这个省部级高官给丢了 他见高熙蒙还在考虑 只得又解释道 明白着 这陈家故意改变挖矿线路 就是为了激怒我们 然后趁机惹事 如果不先将矿井里的工人撤出来 等两帮人马冲突起来 这后果可不是只死伤一两个人的事了 他话音刚落 站在旁边的汉子的手机铃声 突然响起来 显得很刺耳 那汉子看了一眼手机号码 微微有些紧张 忙按下接听键 听着对方唧里呱啦的一阵急话 他顿时大吃一惊 叫道 什么 开打了 已经有人受伤 妈的 还不想办法让他们平静下来 我们马上就来 他匆匆地挂了电话 向刚刚惊得站起来的高熙蒙和孙燕珍两人道 高哥 大嫂 陈家矿那些矿工闹事 和我们又发生冲突 已经有人受伤了 情况很紧急 你别说废话了 快去看看 高熙蒙此时 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道是这样 今晚就不应该留下林景洪吃饭 要不然自己 也可以在刚才那汉子来汇报时 第一时间赶到紫竹镇 想办法平息事件 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他一边出了客厅 一边在祈祷 千万别出什么大乱子 两人离开 客厅里只剩下孙燕珍一个人呆呆地站着 当然还有个呼呼大睡的林景洪 孙燕珍也很想去紫竹镇看看 可是现在林景洪就在这里 他也不好随便离开 只能是眼睁睁地看着高熙蒙两人 以及趴在桌上的林景洪 高熙蒙两人离开之后 一向比较镇定的孙燕珍 焦急着在客厅里走来走去 他在担心 担心高熙蒙两人去了紫竹镇后 镇不住场面 同时也担心 不等高熙蒙赶到紫竹镇 就发生什么意外 这时门口传来敲门声 孙燕珍愣了一下 起身走到门口开门 见门外站着三个人 随狐疑地问道 你们是有什么事吗 我是林市长的秘书赵明相 请问林市长还在吗 这门口的三个人 正是赵明相、夏依凡和安天他们 他们接到林景洪的电话后 怕林景洪醉酒发生什么意外 便急急地赶来了 可是在半路车子出了一点小毛病 也不知道这奥迪A3怎么搞的 竟然罢工 他们只得找了一辆出租车赶到高价 因此耽搁了一些时间 这开口说话的正是赵明相 孙燕珍恍然道 哦,原来是赵蜜啊 林市长他还在 醉酒了 他说着将赵明相三人领进屋里 指着桌旁的林景洪 向赵明相不好意思地说着 赵明相真是抱歉 我一个女流之辈力气小 扶不了林市长去休息 刚还在焦急着呢 怕林市长醉酒了 趴在这里会得感冒 赵明相尽管有些疑惑 不知道这孙燕珍的老公高西蒙到哪去了 只有一个女人在陪林景洪喝酒 不过现在不是追问这个的时候 他忙和安天夏宜凡两个人 七手八脚地将醉酒的林景洪 抬到出租车上 赵明相又回去捡了林景洪的手机 几个人忙出了一身汗 才各自上车 向孙燕珍辞别 车子离开高家后不久 刚还醉成一坛烂泥式的林景洪 却突然睁开眼 吩咐出租车司机 马上调转车头去紫竹镇 夏宜凡看的这一情况是林景洪 这才知道林景洪根本就是在装醉 只是他有些不明白 林景洪为什么要去紫竹镇 赵明相松了一口气 林少 我刚才还奇怪 您的酒量我们是知道的 怎么可能会被人灌醉呢 现在总算明白了 由于这是出租车 并不是林景洪的市长专车 赵明相便没有称呼市长 他相信林景洪应该不希望自己的身份被揭穿 林景洪叹了一口气 别说了 这晚上装醉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吓得我心脏支跳 赵明相三人 闻言一争 不知道林景洪遇到了什么事情 现在有这位出租车司机在 又不好问 林景洪也感觉 坐出租车不方便得很 他还想找夏依凡了解一下 关于紫竹镇的情况 以及高价陈家矿景的事情呢 现在他只能将这些事情暂时憋在肚子里 对了 安天 怎么不开车来 是不是车子出故障了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安天点了一下头 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发动不了 我怀疑那车子并不是新车 等回去拆开看一下就明白了 不是新车 这不大可能吧 谁这么大胆子 敢在这种事情上动手脚 夏依凡好像被踩到了尾巴似的 差一点就蹦起来 幸好他醒悟这是车上 要不然头顶一个包是在所难免的了